想得了吗 他不想 老伴都不想 你这算自己现在都多不担 老伴并是留下了杨大哥一个人 但是生命还在继续 生活依然要充满希望 未来有个伴相互陪伴度过余生 碰上那段老婆她也是怀我抽烟我就记得 她抽烟玩啥的都没关系 我都不挑 打麻将啥的都我这都没关系 跟我生活我不是控制人是什么的 就是啥呢 他一个心好就行 他有一个善良心 说我们俩到一块堆 他拿我当个是他亲人 这样就可以 他只疼我 只疼我 我干活回来 你给我做点好吃的 说啥 你这就够了 这是有那个意思 你不的话 你尽管你累不累 你也不给我干活 就做地吹俩心眼这种人 咱也不能喝就是处也不能喝就搞的 红娘向双方介绍了彼此的条件后 二人决定在杨大哥家见一面 红娘带着贾金兰大姐来看看杨大哥所在的田园生活 你好你好 你好 好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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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个是贾大姐 这是杨大哥 你好 到窦屋是什么呢 窦屋啊 还是看看有盐子啥的 不看盐子 不看不来 大概就要来 要不两个 行 到屋里两个 屋里比外边两个 行 这个两个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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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来来 你身体好啊 对啊 这大体恶啊 这大体恶啊 能有你俩出去 能有你俩出去 你朝人长得挺好 比我长得都带近 也是行 就是胖俩 就我家死了就像他很胖 你看我所有的杀人都没有 到胖人都有病 起码都有三个 我起码都站住 刚迎见面 杨大哥首先注意的是 贾大姐的身材 她因为胖有三高 这一进屋啊 第一件事就是 赶忙问一下 贾大姐身体是否健康 因为我们家原先活呢 也见你这么胖 有没有三高啥的 没有 我今天在外边 晒这事都要晒爆皮了 我早都也不去 三高就没事 他就一 他又没有三高 的话讲是大肚子真好 这一听贾大姐身体没问题 杨大哥心里石头也落地了 贾大姐这时提出啊 想参观一下杨大哥家的房子 这家具她的好了 这都这屋呢 农村这不都是大炕吗 嗯 嗯 到这屋看看 屋子还不是啥呢 这四千大房 一般这食品都是这屋呢 嗯 今天人买菜 鸡蛋是不缺 鸡蛋也不缺 鸡蛋 鸡蛋 底下有点私料蛋 底下有点是咱们家 那叫笨蛋 可城里如果来 能愿意上农村来 不太习惯 是不是啊 那指定不习惯 农村它也有点落后 一般外边 这那房子装潢的可带劲呢 一屋里边也圈它马上一铺 那地钻铺也都增亮 鸡屋也都脱鞋 嗯 但是杨大哥的家里和他想象的农村生活 农村环境有很大的差别 而且对于杨大哥的身材 贾大姐也有一些不满意 元 停 2 5 5 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